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其实很热闹,因为世界上几个奇葩的领导人都把它当成了表演的舞台,比如美国总统川普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,当然也省不了爱出风头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。 川普的表演那就不用说了,肯定是重头戏,当川普王婆麦瓜,夸夸其台自己比所有前任干的都出色时,台下是一片笑声,川普只好自嘲的说了句,我没想到是这样的反应。 不过,没事,足见川普没有以往那样白躁了,确实,特朗普好像真的把自己当成东道主了,居然招出了几分绅士风度,比如莫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,当面痛骂特朗普时,他居然没恼怒,轮到土耳其总统发言时,埃尔多安更是语出惊人。 他不去反思自己国家的经济温和搞得一塌糊涂,居然抨击其联合国了,并呼吁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。 这不是得罪,美国一家的事情那么简单了,而是连其他常任理事国,也一定得罪了。 土耳其为什么这么接近呢?说白了九世纪度外交自己的膨胀之间在作祟,鬼根到底还是因为土耳其也想得到那张否决票。 近几年来,土耳其有两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,一个是骑墙者的作风,第二个就是膨胀。 土耳其在美俄博弈中扮演了角色,很好的说是了什么是骑墙派,而他在入境伊拉克和顺利亚打击库尔的人武装,在巴以冲突等其他中农事物上的所作所为,只显现了其膨胀的一面。 他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了中东第一大国,所以土耳其有了新的诉求,那就是渴望被世界认可,渴望在世界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甚至想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国家。 所以他盯上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。 联合国是二战中形成的体系,二战过后也一直在以这个体系,治理和维护世界秩序。 虽然有些瑕疵,但在武装的领导下,世界还算有序。 二战后至今没有发生世界大战,便足以证明安理会的设置是相对合理的,其他国家也能平静地接受目前的安理会模式。 但是,在苏联解体,冷战结束后,这种情况在发生着悄然变化,一些自以为实力增强的国家,如德国、印度、日本、巴西等国开始挑战这种模式了,他们已呼吁联合国改革的名义,试图接近冲进安理会。 但由于太过复杂,再加深牵扯到了美国等武装的根本利益,所以这种呼声渐渐的示弱了,而土耳其自改安,已津津飞西比,也就有了不切实际的想法。 所以埃尔多安借助联合国大会,这个平台,呼吁改革安理会,取消常任理事国制度,表面看起来是在抨击该制度的不合理。 实际上它是想获得那将否决票。 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,安理会为五个常任理事国服务,但忽略了其他地方人民的利益,他强调世界已经不受二战时的模样。 理应改革安理会,呼吁取消武裳制度,埃尔多安还信誓旦旦的说他代表着武裳以外国家的利益,也然成了武裳之外的世界领袖。 埃尔多安呼吁改革安理会的讲话内容并不新鲜,论调和当年日本、德国、印度的论调类似,之所以说埃尔多安的发言奇葩,是因为他的论调和当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贝,在联大的发言颇有一手同工之妙处。 那就是把自己高开成了如武裳对立的世界领袖,埃尔多安似乎忘记了卡扎贝当年膨胀的小丑模样。 埃尔多安执政土耳其之后,借助顾尔德人闹独立和魏裁军事政变等一系列事件,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 打权在握的埃尔多安有点膨胀了,在美俄之间屡次挽起了骑枪做牌,美俄基于相互之间博弈的需要都有意无意的认知他。 他真的以为土耳其在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了,但是,埃尔多安忽视了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的区别。 他忽视了取向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呼吁,是在挑战世界上五个最强的国家核心利益,是在挑战二战形成的世界秩序。 埃尔多安同时也高看了自己的实力,强如德国和日本都在碰了一鼻子灰后,眼其息鼓了,土耳其又能犯起多大的浪呢? 可以遇见,埃尔多安的取消武昌,呼吁最后,只能轮来华州曲统而已,刷刷存在感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